第一關是畫中有畫 畫中有畫規則說明 請挑戰者從初題圖像中 寫出其代表意義的一句成語 考驗挑戰者圖像與文字的聯想能力 而第一輪率先挑戰的四位旅遊達人 誰會止步於此呢 第一部畫請出 30秒計時開始 太簡單了 這兩隻鳥在幹什麼 對不對 然後節奏到現在還沒有想法 非常好 這兩隻鳥是什麼鳥你看不出來 仍然這樣提醒也沒有用 沒有用 很好 漂亮 劉潔中空白 艾瑞克最後一個字不知道去哪裡 一直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好 請揭曉 徐光沐小花是不是都答對了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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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了 可惜的就是那個艾瑞克了 對啊 唉唷 我們要淘汰一個最低分的那位 沒關係 你偏偏要去幫的劉潔中 沒關係 我這樣子沒有比潔中哥多一點點分數嗎 當然 沒有 我以為有半分之類的 我們節目播了七年 你看哪一集有半分的 第二題 請看畫 這是一幅什麼畫 這個清楚了吧 計時開始 這一幅畫是代表哪一句成語呢 第二題 請看畫 這是一幅什麼畫 唉唷 這個清楚了吧 計時開始 就30秒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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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麼 可能 什麼可能 什麼可能 你們在叫什麼 什麼可能 四個人會有四個答案啊 有喔 有有有 對 對 是 阿瑞克是 立竿見影 合理吧 合理非常合理 對 然後 劉傑宗是 白齒肝頭 你剛剛看到上面有白齒的距離 就是想太 就是會想太多 你知道嗎 想太多 對 這還沒什麼喔 白齒肝頭跟日上三肝 何在一起 叫做日上肝頭 請介紹 是 應該是立竿見影 艾瑞克得分啦 傑宗 不能放棄 我沒有放假啊 我還認真耶 你看 只要一個寫不出來 你看馬上三個都一分啊 對不對 你還沒跟上來而已 好 你寫出來對了 你們四個同分啊 好喔 但問題是只剩下一幅畫而已啦 對啊 最後一幅 請看 看清楚一些細節 想一想 真是秒計 開始 大家都好創意 漂亮喔 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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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光復 你想寫什麼 瘋火什麼 連天 對 是吧 對 可是我知道不是 小花跟劉潔中 竟然看出了兩個角度 一個是紙上彈兵 合不合理 合理喔 也合理對不對 對 對 一個是投筆從容 合不合理 合理 也合理耶 他筆丟了以後 參與打上這件事情 不是投筆從容是什麼 也可以啊 請揭曉 厲害厲害厲害喔 教授 教授這個投筆從容 應該也可以吧 對啊 他把筆丟在桌上 對啊 這兩個意境是可以結合的 好 我們許先跟季公 兩個人 謝謝 傑忠 我能為你做的不多 謝謝 好不好 我看有沒有機會 把你疊回來 好 我們只找一個分數最低的 現在三題結束 想不到 我們澎湖小王子 小花 原地呼吸吐吶 這件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你們三個人 要淘汰掉餘味 再看一幅圖 請出示 一樣要看個細節 提醒你 這個古人手上拿了什麼 30秒 計時開始 除了小花不用回答之外 其他三位都要答 對 他手上拿了什麼 漂亮喔 什麼 今天有不公的答案 艾瑞克想出了水火不容 怎麼說 完全沒有想法 只看到水跟火 所以我只能往那個方向去想 什麼答案是對的 請借腳 杯水車心 對了吧 恭喜答對 好 杯水車心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成語的意思 這個 這個就像圖上講的 一車的柴火燒起來了 然後居然想用一杯水去救他 這是無濟於事 無濟於事 喔 就因為這樣 艾瑞克遭到淘汰 另外一組第二組請就位 畫中有畫的第二組已經就位了 四個淘汰一位 加油 三幅畫 畫中有畫第一幅請看 看清楚了 字別寫錯了 計時開始 時間相當充裕 你們四位幾乎是同時完成 而且同時送出 你們的競爭太激烈了 很一致 好啦 是不是全員正結 來 介紹 一分 兩分 三分 四分 恭喜全員正結 拍一首 漂亮 第二位圖請看 這個有一點難度了 準備 30秒計時開始 有車有船你想到什麼 有車有船你想到什麼 這就是細節 有車有船你想到什麼 有車有船 图結妳是來鬧的對不對 不是 我一直想不到然後 我真的很會晕船 張燕銘 妳是不是打算 我沒有阻止妳的話 妳是晕船晕車對不對 對 因為之後他會叫我不要想得太難 我就想說照字面 馬雞想到了一個 他可是學音樂 拉小提琴的 馬雞 你看到什麼 因為很累 所以舟車勞頓 舟車勞頓 好 請揭曉 舟車勞頓應該是對的 恭喜得分 漂亮 謝謝 除非下一題你寫不出來 整件事情應該跟你無關了 好 很漂亮 第三副圖 請看 漂亮了吧 整個水面上 跟你山所看到的 那個山有很多顏色 有沒有 好 準備 計時開始 我已經講成這樣子已經很清楚了 我已經暗示了一些了 夠明顯了吧 這一題透過誠哥的明顯提示 圖傑與馬雞都寫出正確的成語 湖光山色順利晉級 而兩位僅僅得到一分的雪兒 與張彥鳴 則進入搶答揍死賽 爭奪唯一的晉級資格 下一副圖請公布 這個時間很短暫 我們比快 誰寫得又快又好 那就答對了 請做答 要寫得又快又好喔 寫完就送出喔 趕快送出 快送 好 好 雪兒只慢了0.2秒 日上山竿 答對沒有 張彥鳴她答對了嗎 水 答對了 恭喜 雪兒遭到淘汰 可惜 好的 我們六位旅遊達人 進到我們的下一關 真的太困難 太困難了 好嗎 一直很多人跟我說很簡單 簡單 但是必須要有一些聯想的東西 對 其實站在台上那個緊張度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腦子常常一片空白 對 但今天很可惜啊 像我是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那個第一題聲音的聲 我寫錯了 其實我就是會寫 但是在最後一秒 送出之後 我就趕快寫寫 一送出那一瞬間 我就知道我錯了 而且我真的覺得聯想力 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覺得 好 應該要回去念一下國小 對 沒關係雪兒 接下來我們就是 好好的觀戰就好 對 讓他們緊張去 我們現在心情非常的輕鬆 Yeah